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百战经典抗战经典战力之常德会战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百战经典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系列节目 影片《蝶血孤城》是2010年国内唯一的一部纪念抗战胜利的战争题材大片 以1943年11月发生在湖南常德的一场惨烈异常的中日对抗守城战为背景 讲述了代号虎奔的国民党第74军 五十七十八千将士以生命为承诺 背水一战 绝地反击的故事 在明知弹尽圆绝 成已被弃的情况下 八千虎奔坚守孤城 以一轮接一轮的牺牲 拼死抵抗三万精锐日军的猛烈进攻 决战十余日 八千余名将士拼到只剩两百余人 这就是被史学界称为东方斯大林哥勒保卫战的常德会战 允许耗之后之灿的吉他 同心与米洋堂的吉他 这里放大雷花 永远花江花 这里放起米沉 好丽神流浪和 这里放松花 续门清末 这里放大雷花 续门清末 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史上多称武林郎州。 东信诗人陶元明笔下躲避乱世的陶花园就位于武林。 北宋徽宗正合七年,也就是公元1117年,在鼎州设常德军,号生州为常德府。 常德是湖西北的重镇,川贵的门户,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1939年武汉失守后,日寇南下进攻,占领安江、华荣、石首一带。 湖南的战争气氛重燃上升。 1943年9月,地处要重的常德城,一时间山雨欲来。 常德呢,有一座德山。 因为远古时期啊,有一个人呢,隐居在这里,这个人道德非常的高尚。 所以呢,人们就把这个山呢,改名叫做德山。 湖南有居民谣,叫做常德德山,山有德,常沙沙水,水如沙。 那么清华日军这支缺德的部队之所以要进攻常德呢,并不是想啊,这个冲着这个德性去的,想提高自己的德性,而是包藏着阴险的这个侵略野性。 贵拿起来呢,有这么几种目的。 第一,这个常德呢,逼出川县门户,是当时陪都重庆的屏障。 国民党在1942年制定的低流战区巩卫陪都计划中啊,常德是被列在这个确保的首位。 那么攻下常德呢,就可以打开川县门户,直接威胁重庆。 可以从根本上呢,动摇这个重庆的抗战信心。 第二呢,常德是国民党重要的这个良棉物资基地。 打下来以后,他就可以掠夺战略物资,达到一战一战的目的。 这也是日军把进攻的时间选在秋秋时节的原因之一。 第三呢,武汉失守以后啊, 常德就成为重庆大欧方物资的这个唯一的一个部级线。 打下常德,那么日军就相当于卡断了这个重庆后方的这个部级咽喉。 第四这个目的呢,就打常德啊,就有可能迫使已经在这个云南集结的这个远征军呢, 啊,回尸救援,这样可以阻止或者推迟东南亚的盟军啊,对日军进行联合反攻。 那第五呢,他们日军打常德呢,也是想啊,以此来提高他们的士气。 亲华日军集中了约五个师团,四个支队,共十万余人的重兵,和第三飞行师团一百三十余甲飞机。 在第十一军司令官恒山勇的指挥下,对常德地区的国军发起了进攻。 但是,这些日本兵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一个不足四平方公里的小城里,竟然会遭遇到自上海保卫战以来最为顽强的抗击。 国军第六战区作为此次保卫战的主体,会同国军第五、第九战区一部,集中了二十八个师,约二十万余,飞机一百余甲。 在第六战区代司令长官孙连仲统一指挥下,严阵以败。 同时,军事委员会直辖的预备队精锐,王耀武将军所率领的第七十四军,也奉命开往江西。 1943年11月2号,日军的五个师团分三路,向中国守军第十集团军和第二十集团军发动全线攻击。 那么日军的第三九师团和第十三师团呢,在左翼,直接进攻中国守军第十集团军的主力阵地。 第六十八师团呢,在中间,他准备在这个中国守军的两个集团军中间呢,这么穿过去。 而第三师团呢,在第二九集团军这个正面渡江,那么还有个11六师团,这个师团呢,日军是想把他作为一支骑兵,直接就渡过东京湖,在这个第二九集团军的这个右翼登陆。 一方面呢,包抄这个二九集团军,另一方面呢,一无兵力,尖程直接攻下长州。 孙廉仲司令长官在研判湘西方面的军行后,认为敌主力似乎已经直向了长州。 次于四日傍晚,便令第七十四军开往陶原,作为第十集团军之后卫。 同时令该军已在长德附近构筑攻势的第五十七时,立即进入长德,占领阵定。 11月12日,日军在天命冲杀一周之后,仍聚集在第十集团军的正面。 恒山勇决心改变主攻方线,刘仪布与暖水街一带与国军周旬。 其余的主力调往西安石门一线,进攻第二十九集团军的正面。 日军自十三日深夜起,开石门与西安石门一线,至国军第七十三军阵。 日军对石门意在必须,如果打不下石门,日军北面整整四个师团都不能南下长腿。 因此日军将第三师团与第十三师团的主力全部标记到了石门。 在石门以北啊,日军的进攻虽然遭到这个三五十的完全进行,但是呢,他们还是在十四号的夜里,有一部兵力呢,突入石门。 到第二天早晨,就基本上已经攻破石门了。 这个时候,第七十三军和各个市的电话都已经中断了,那么军长汪志斌呢,就下面领撤退。 因为部队这个时候撤退的时候啊,比较仓促,然后呢,在撤的过程中,又多次遭到军队的尾随追击和超越追击,那整个部队可以说是限于困难。 那么在突围的过程中,攒武士的市长彭世亮呢,他遭到敌机轰炸,充满牺牲,牺牲的时候呢,年纪三十八十。 彭世亮,好秋湖,湖南流洋人。 临终之际,副师长等人在其身边默默地流泪,而彭世亮艰难地睁开眼睛,对副师长说, 打仗子,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和恨也。 部下们在装面他的遗体时发现了一纸血断的遗书,上面写着, 自奉命守备十门,任务艰巨,唐宇此战役中得以成人,则无遗憾。 为望我全体官兵服从副师长指挥,继续杀敌,达成任务。 彭世亮是长德会战中战死的第一位中国将士, 战后,国民政府与长沙为彭世长等阵亡将士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 并追授陆军中将。 在彭世长牺牺牲的41年后, 长沙市人民政府追认他为烈士。 日军于15日占领石门,18日占领磁利, 并于21日派出一支金汉部队南渡离水直颇桃原。 很快,桃原也被占领。 此时驻守在桃原东郊附近的, 是第44军的第150师。 师长许国章更迭到战区颁布的不得推过原疆的严厉, 乃帅部死守,寸土必争。 日军潮水般向阵地涌来, 许国章手持不轻, 率领师部人员向日军射击, 不幸身重了贩, 虚无不止。 许国章啊, 他是成都人, 他不像国民党的这个其他项目一样, 好多是科班出生的, 他不是。 他的仕途啊, 是在四川军阀的部队里, 从一个小兵开始, 靠着他打仗, 一击一击打出来的。 而且他还多次参与过对红军的作战, 他本人呢, 还被这个红四方面军打伤过。 这个人很有特点, 他姓佛, 对部下呢, 非常宽厚, 所以呢, 人称是善菩萨, 但并不说他姓佛, 他就不打仗杀敌了, 他有个理念, 认为啊, 佛以助人为佛, 军人呢, 应以保国救命为本, 所以抗战爆发以后, 他就多次前因杀敌, 那么这个时候身负重伤啊, 部下以为他已经身亡了, 就把这个派人呢, 把他运回这个对岸, 到凌晨四点的时候呢, 许光他就醒过来了, 醒过来一得知, 阵地已经丢失了, 可以说是又急又气, 就是相当意识就是批评部下, 他说我是军人, 应该死在战场上, 你们把我运过河, 这是害的我, 一击之下呢, 又昏过去了, 等再一次醒来的时候呢, 因为部下经过这个, 这个熬战呢, 都非常的疲累, 都在打瞌睡, 这个时候许光脏呢, 就把身边卫士的手枪给拔出来, 举枪自尽, 11月22日, 主公常德的日军四个师团, 已将常德包围, 前锋与常德守军接战, 常德会议战的关键之一, 常德保卫战开始, 在常德会议战前夕, 蒋介石在开罗会议上, 向罗斯福表示, 一定能够守住常德, 并且, 电告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悦, 和第七十四军军长王耀武, 一定要守住常德, 驻军, 驱与城, 共存亡, 第七十四军可算是抗战时期国民党的王牌军, 作为中央军的精锐, 依仗这层非同寻常的关系, 七十四军的装备补给始终高人一等, 他们在实战中也确实不含糊, 八年的抗战几乎打遍了华中战场所有的硬仗和恶仗, 后来七十四军直属军事委员会, 作为各大战场的紧急预备队, 日军对这支国军的王牌部队深为敬意, 此外蒋介石还下达了不成功则成人的训练, 再一次命令七十四军五十七师死守常德, 市长于成曼当即赴典, 保卫常德,本师官兵极感光荣, 军报于常德,陆祠王之决心。 于成曼是蒋介石清典赴常德首成的国军五十七师师长, 自时间广东台山营, 他胜于一九零二年, 1924年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 后参加第一次东征, 表现英雄, 参加北八后晋级集团, 任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 是继李之龙后最早进入少将官阶的黄埔生第二年, 之后他进入陆军大学九七学习, 毕业后任南京警备司令部少将军官。 抗弹爆发以后, 于成文在几次会战中表现非常突出, 特别是在上高会战中啊, 他指挥五十七师和这个日军的第三十四师团预许奋战, 所以呢, 为五十七师赢得了一个称号, 叫虎奔。 虎奔这个词啊, 来源于书经, 原文说呢, 说武王有龙车三百辆, 虎奔三百人, 这个奔子啊, 和奔跑的奔子是同音同意, 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呢, 武王的这个战士呢, 非常英勇啊, 杀敌的时候呢, 就像老虎啊, 奔入羊群一样, 缩向无敌, 所以从古以来啊, 在我们汉语里面, 虎奔这个词呢, 就指的是勇士, 五十七师, 上智师长于成万, 下到每一个兵呢, 所有的人都在他们军府的这个左臂上呢, 配戴一个这个品质型的符号, 上面用的两个字, 就是虎奔, 那么敢这么做, 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 这支部队, 是非常有限的, 于成万在二十多年的军旅生涯中, 以坚定沉着和善于固守著称, 至军尤其的严明, 据当时参加过常德城巷战的警察会, 五十七师之所以能使常德的百姓这样细腻, 作战还在其次, 平时的纪律好才是最大的因素,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 国民党军通常都是欺压百姓纪律松弛的, 但至少在抗战时期的七十四军, 军纪严明也是有名的, 于成万预感到那, 这一次会战一定是非常的残酷, 那么为了避免南京城城破大屠杀的这种悲剧的重演呢, 所以呢, 他在战前就积极的这个苏丹市民, 派他的这个势力的公民营呢, 政绩船只, 施责直出部队呢, 免费的帮老百姓呢, 渡江和搬运行李, 为了保证安全呢, 每一条船上都派一个兵来负责, 安全的把老百姓运过去, 于成万的部队啊, 军纪应当是比较严明的, 有个老太太当时回忆说, 说在苏丹居民的过程中呢, 有一天呢, 有个军官就躲在他家门口避雨, 那么他妈妈, 就这个老太太当年还很小了, 他的妈妈就把这个军官呢, 又喊到屋子里来坐一坐, 那个军官就蜿蜒谢绝, 说你们家里有女眷, 我不能进去, 进去了就爱处分, 而且于成万还规定, 你帮助老百姓疏散呢, 不准收取任何的报酬, 结果他部下有一个上等兵呢, 帮群众把行李送出城以后呢, 受了这个两块的光阳, 结果呢, 查出来以后就被就地枪去, 事后呢, 于成万还让部下这个张帝告示, 说我们虎奔部队, 印象有良好的荣誉, 我们绝不能让这种良好的荣誉, 因为一两个人的这个破坏军纪而断送战斤。 百姓疏散出城后, 于成万开始布置防御, 他知道, 兵力单薄必须依靠坚固的攻势, 他下令在三个城门, 用沙包垒成轻重机枪阵地, 城楼加固成碉堡, 在城东郊区胡相交错的复杂地形中, 桥头和堤坝等处都有地堡和暗堡, 就这样, 常德被远近呼应的强大防御攻势, 团团的包裹着。 11月18日, 日军第68师团护田部队所属仙头部队500多人, 利用汽艇向徐家湖侵犯, 57师第169团第三营警戒哨两个牌, 转战30多里, 击毙日寇200多人, 打响了常德保卫战的第一枪。 11月21日, 日寇富田部队4000多人分两路进犯隔山, 国民党守军第63师188团, 团长在日寇进犯时擅自决定撤退, 这样, 守军仅为57师169团三营八里和188团余部。 日寇集结十倍于守军的兵力, 多次发动进攻, 经过反复争夺, 中阴重挂悬殊。 11月23日一, 德山失守, 守军除一百人突围外, 其余全度壮业牺牲。 德山失守, 常德城守军失去了鸡脚之力和退伍, 这给守城战带来了极大困难。 11月23号, 日军第68师团的一部呢, 在飞机的配合下, 分几路, 这个向这个常德的东门发动进攻, 守军第57师第169团一营啊, 伤亡非常的重大, 最后呢, 是这个团长, 财艺兴亲自带着预备队, 顶上去, 这样才暂时把阵交给稳一下来。 27日10时, 东门的拉锯战达到了高潮, 六七百名日后, 向东门成员发起了猛烈进攻, 守军在反强的抵抗。 169团第一营副营长董庆霞, 和机箱连来鲁连长带着一个牌的人冲出了仗, 与敌人死兵, 董庆霞来鲁迁为国眷须, 守军的无畏精神令日后反弹, 他们暂时停止冲锋。 57日是大量的战斗检员, 到后来呢, 整个师, 医护人员, 行驾人员, 包括火夫, 甚至连伤命员都自动拿起武器, 投入战斗。 炮兵团这个时候炮弹已经打完了, 所以呢, 大部分呢, 旧地改决人步兵, 那个时候甚至连地方上的警察都编到了战斗部队里。 那么, 11月3号上午呢, 日军从正面向长德城的大西门发动猫来进攻, 于成万呢, 是亲自带着特务联到千眼区渡战, 一直打到了12月2号, 日军呢, 始终没有攻下大西门, 五十七师正在长德城内死守的同时, 国民革命军第十军也禁抵长德外围赵家桥一线, 持援长德。 此时, 日军第三及第十三师团主力得知中国军队的援军来到, 立即前往独结, 双方展开了激烈力。 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军预备第十师师长的是少将孙明锦。 12月1日, 慈明锦率部在一家冲东南段赵家桥以来与日军主力血战。 日军第六十八师团师团长佐久坚增兵至三四千人, 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 以顾兵主力直扑预备第十师的战斗指挥阻力。 慈明锦之长亲自抛起一口轻击枪, 率步向日寇发起了冲锋。 打完一艘机枪弹, 又用手枪步枪一致, 最后以刺刀与日军作斗, 直至刺刀直断。 慈明锦是江苏人, 江苏肃签, 他是科班出身, 先后毕业于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六七和陆大的第四十七。 但是他当到少将, 也是从排长、连长、营长、参谋、副团长这样一级一级干起来的。 因为他在陆大进修的时候成绩非常的好, 所以先被留下来当教官。 抗战爆发以后, 应当说留在陆大当教官是比较安全的, 但他依然要求到前沿去。 在1940年的时候, 就出任了陆军预备第十师的少将参谋长。 他参加过第二次和第三次的长达会战, 特别是在第三次长达会战中表现非常图书, 因公竞成为市长。 孙敬庆这个人的特点是机制善变, 应变能力非常的强。 但是在这一次会战中, 他表现出来的是他的另一个特点, 就是作战勇猛。 实际上他可以应变的, 他可以突围的, 但是他确实是战斗到了最后的一刻, 表现出了一个中国军人应有的气概。 所以他牺牲以后, 国民政府追证他为陆军中将。 等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中央人民政府也追认他为革命力士。 他的遗体就葬在恒山的山路。 那么他血缆长得可歌可泣的这种事情, 我想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11月28日佛晓, 日空用大炮百域门和26架飞机, 对长得北门城墙进行了猛烈轰炸, 同时释放毒气, 打三个小时之计。 城基上下全部守军阵亡, 守军被迫放弃了北门, 进入更加残酷的巷战。 五十七师剩余官兵把各条街道的房屋打通, 每条街道口处住好了巷战掩体, 与日寇逐屋争夺, 十日寇进城以后付出了惨弱代价, 仍然进展艰难。 多谢观看! 第六战区司令孙廉仲 对常德守军的困境非常了解 在以往历史战力中 守城能达到巷战阶段 还能坚持不退的先例并不多计 常德是整个会战局势转威为安 甚至转入盛局的关节 绝对不能隐私 孙长官便于第五十七师于成万市长 道之第十军已奉命持援 于市长大喜获骂 立即将孙长官慰劳电门公布周知 第五十七师官兵士气大振 连伤员也要求参加作战 将战他不必也战 他是短兵相接的这种作战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 日军的战术优势反而相对来说不容易发挥出来 假装守军是完全抗击 所以长德城破以后还能支撑这么一段时间 但毕竟是强弱太过悬殊 所以守军的伤亡很大 二十八号巷战开始的时候 守城部队还有两千四百多人 打了四天到十二月二号 城内的守军只剩下了几百人 连这个市长于成万在文藏庙 也是拿着步枪上阵了 顶上去 这个时候援军还没有到 可以说整个五十七师已经处于最后的关头 后来于成万在长德城血战中写到 有一人使一人 有一枪使一枪 无枪则是刀锚或砖石木棒 与敌人死拼直至淡尽凉血 而援军迟迟未到 派出去接引的人都失败而回或音讯喧无 十二月二日晚上于成万宣布决定突围 意图与增援有军会 这个时候169团的团长才一心就提出 说我率领的官兵呢 守在这个建南口 动不动 撤不下来 他要求和他的部下一起 留守城内 让于成万呢脱离出去 他跟于成万说对面也是战斗嘛 你脱离到对岸去 你也不算脱离战场嘛 所以于成万最终呢 还是同意了他这个请求 把剩下的这个几十号人呢 由蔡一新统一指挥 负责牵制敌人 掩护部队图 十二月三日黎明前 蔡一新指挥部队突进到了府平街 在春深幕前做最后冲锋时 蔡一新不幸证地深入 据他身边的士兵说 蔡一新团长身中四弹 全身的衣服被鲜血浸透了 此时他抱着枪紧紧地不松手 那时蔡一新刚刚结婚不久 扔下了新婚的妻子奔赴前线 这一别竟成了永绝 十二月三号凌晨 于成万就带着副官和几名卫士呢 用木梯啊翻过这个南盟的城墙 坐船 渡江向南突围 这个上岸以后呢 被日军发现了 慢慢的就要把他包起来了 最后呢 拼死突围 人被都打散了 最后于成万身边 只剩下一个副官和一个卫士 后来还非常的惊喜 在一个村子里的时候呢 又发现日军过来了 于成万和卫士就拿着枪 赶紧就闪到了 一个房间里面 那么副官呢 他负伤了 浑身是血啊 可能也来不及 来不及这个新房间了 就救世的 就坐在门口 装死 结果还真把日军给闷过去了 最后呢 他们三个呢 终于是突围脱险了 长德工程站历时半个月 第五十七师 血战十六昼夜 全师七千八百余人 伤亡殆尽 而日军 先后直接投入工程兵力 在两万以上 番号达三个师团之多 火炮三百余门 第三航空师团全力驻战 伤亡也在五千人以上 战后日军的记录 更以七绝来形容 长德之工程战斗 第五十七师 死守长德两州 为第六战区两线兵团的到位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他们以血肉之躯 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不屈精神 虎奔之师 从来就没有离开过 长德古城 战后蒋介石文之长德失守 虞成万擅离阵地 震怒之下下令将其撤职扣押 送交军法处审判 并扬言要将他判处死平 虞成万随即被押解之重庆 消息传出 长德民众群情激愤 长德县的县长 甩六万多名百姓 签名作保 求免除于成万一死 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 七十四军前军长于济石 十任军长王耀武 也纷纷出面求刑 五十七师的残部 更是感到奇缘难辨 指挥官竭尽全力守城 为什么还要被处罚呢 为了纪念长德会战 当时在重庆土桥监狱坐牢的虞成万 觉得有责任把长德会战中的事迹记录下来 而作家张恨水 当时也正好住在重庆南岸土桥附近山中的一处草庐 虞成万就派自己身边的卫士邝云青去找张恨水 希望他能够写下虎奔军的感人故事 1945年春季 张恨水正式洞笔写《虎奔万岁》 他在自序中写 长德之战守军不能说毫无弱点 但我们知道 这八千人实在已尽了他们可能的力量 一诗人守城 战死的只剩下83人 这是中日战争史上难找的一件事 我愿意这本书借着五十七师烈士的英灵流传下去 2010年9月3日 来自海峡两岸的各界人士 和当年浴血战场的老兵代表 来到了长德会战阵亡将士纪念碑前 纪念抗战胜利65周年 即功绩六十七年前长德会战中英勇献身的民族英灵 今日的长德 已从炮火毒气和战乱中涅槃 昔日的旧战场已不复存在 然而 正像当天老兵代表在深切怀念长年战友时说的那样 我们世世代代都不能忘记血的历史教训 这样才能进一步实现国家的统一 富强 让中华民族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